我是周易透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8点06分 我们刚才这个访问了谢春德先生 在我们的摄影和艺术界 屹立不摇半个世纪以上 他的展品呢 勇敢世界正在当代艺术馆展出 这是台北市长安西路 原来台北市政府跟长安国小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特别是空间艺术的展演的场地 欢迎大家前去 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有老友 也有美女 今天在现场要跟各位介绍的 这位才是最美丽的脸庞 最善良的心灵 然后最温柔的个性 昨天我在脸书上已经说了 迫不及待为大家介绍 明珠 陈明珠小姐 明珠早安 周杰好久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呀 我们那周子余小妹 怎么可能是百搭这个第八名的脸庞 你应该是百搭超级第一名的脸庞 谢谢coco一直很支持我 谁说你有太多太多影迷了 我这个在follow你的脸书 我才followcoco在京都的一举一动 连友都非常非常的疯狂 今天非常谢谢明珠 在冬雨绵绵的天气里面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因为她有一个新的作品 这个爱找茶 这是一部社区电影 可是她请到的却是陈明珠小姐 一起参与你是做 我是演里面的女主角 是一个三界制茶冠军的制茶师傅 我的天哪 你现在已经跨入演艺界了 是不是演员 等一下来告诉我们 素人电影 这个素人电影里面呢 她这个演出的就是 一个茶 制茶师 一位制茶师 专业人士 对 好 所以现在你已经会了 不会 我们昨天还访问了茶王 这个台东的晨曦 他跟这个田丁峰 要来一起做风牌的这个风茶 所以台湾的茶是绝对具有相当的程度的优势 那为什么是在这个龙潭拍摄 而且这是目前还没有在公共电视频道 这个播出 那爱找茶 究竟怎么个找茶法 三界冠军是怎么做到的 陈明珠 他从520就是典礼的主持 一直到现在 大概七个月的时间 他的人生呢 又进阶到 是茶王的这个阶段了 但是茶后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这个明珠来告诉大家 好 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大焦点 就是陈明珠 小姐 明珠呢 她在专业上面一直有不同的冲刺 除了你的这个客家电视台 原本的客装好味道的节目 有一天你在脸书上说 你做节目有一只虫子跑到你嘴巴 对 那是我主持一个工业局的活动 对 然后就主持到一半 然后我就知道一只蚊子飞到我嘴巴里 我以为他会飞出来 他已经飞进去了吗 他飞进去 我就把他吞进去 他是你的粉丝吗 我来不及问他 他就真的这样 你就真的吞进去了 我就真的吞进去 我觉得吞蚊子可能会变漂亮 还很大只 很大只 因为我非常深刻感受到他 那天工业局有付你主持费吗 他没有付赔偿费 没有赔偿费 后来我在这个他的 在明珠的脸书上留言说 那只蚊子牺牲得好幸福 被美女吃掉的蚊子 好敬业 第一次是 我也不想到 我没想到我自己会吞下去 然后你在现场也没有反应出来 也没有精神尖叫 就是在主持的当下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这就是主持人敬业的地方 对 寇姐一定 我没有碰过蚊子跑到我嘴巴里 我只有碰过 那个苍蝇在我们的那个摄影 这个studio里面跑来跑去 然后一直用手跟那个 他们这个 跟制作人啊 跟音控啊 来打声招呼 说他跑来跑去 好吃蚊子的诊明书 真的 然后他还做这个 制茶女 制茶的专业人士 这一次演了这部社区原创电影 然后我里面演的就是一个 三届制茶冠军的师傅 是师傅而已 那他不是采茶女吗 他一定会先经历过采茶 小时候一起采茶 问得太外行了 现在找了爱找茶 这部电影叫做社区电影 但事实上它是 客委会这个出资的嘛 实际上应该是说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对对对 龙潭在桃园 嗯 龙潭在桃园市 跟这个 所以为什么会找到你呢 为什么可以说到你呢 你是这个无价之宝啊 我没有听广告 我到现在还在想那只蚊子 这个回来 陈明中在现场 他所这个 主演的爱找茶 现在已经开始 在地方上映 已经首映了 对 我爱一定很多的 这个你的影迷都跑去看 对不对 还好 不晓得 哈哈哈 影迷们 陈明珠的第一部电影 已经上映了 而且他演出的第一部电影 是这么的具有 公益的价值 马上回来了 8点16分 零9秒 Coco早餐 时间是8点19分42秒 今天呢 是我最喜欢的妹妹 很多的这个人事心目当中的女神 陈明珠小姐在我们的现场 明珠在520 跟张一祥一起共同主持了一个就职典礼 大家都念念南望 都希望你们两个人继续同台 偏偏在一场就被那个 国安会的秘书长吴昭谢先生 当成大将 对不对 很忙 对 他应该很忙 你妈现在还有叫你跟他约会吗 嗯 哈哈哈哈 我妈妈就很喜欢他了 到现在还是很喜欢他 因为我妈好像没有别的选项 因为她没看到你跟别人 她没看到别人 可能要等下一个传出来之后 她才会转移目标 对 下一次520的就职周年 那时候看看那个 这个后庆啊 或者其他人啊 或者是永峰老师 能够帮你再找一个帅哥一起主持 是吧 好啊 我们把张一祥抛弃了吗 好啊 哈哈哈哈 听说张一祥生日的时候 你们俩还有见面呢 有没有 生日的时候有一起亲生 生日那天那个 佩萱还跟我讲 今天是张一祥生日 你生日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访问你吗 对啊对啊 你多久他就生日 我刚好跟他差一个月 他什么意思啊 你生日他没约你啊 他们去那个 巴巴 对 巴拿马他们 对那一次 这个总统去巴拿马 所以他也一起去 所以还好有你们陪我 对啊 我们这个民族很会做蛋糕 所以我们那天还 还有蛋糕 对不对 民族的蛋糕真的很棒 他的蛋糕可以比美 那个日本帝国饭店的蛋糕 没有 你知道日本帝国饭店的 那个水果蛋糕非常好吃 非常非常好吃 好这个 那我们先八卦一下好了 在一场生日的时候 你有约他吃饭 对啊 就是把朋友帮他亲身这样子 其实其实我生日的时候 他们 我生日的时候 他们也是有帮我亲身 这是一群那时候 国际部的同仁 一起准备 就民进党国际部同仁 他生日不是你们两个人而已啊 嗯 对 好了好了 这个人生的进展 说个美女 都是灿烂的一生 爱找茶 然后茶找爱 哈哈哈哈 爱找茶倒是念 就是茶找爱 对 其实他一颗家话 就变成是爱 就是爱情茶 是变爱情茶 啊 对 他其实有谐音的 是 怪不得了 这个 明珠好像岁月在他脸上 不会变的样子 跟吃那个 吃蚊子有关 哈哈 不常吃啦 可能常吃看有什么变化 哦 这个 陈明珠小姐的 这个 第一步的啊 这是你第一步当演员 对 之前其实有演过公式的 那个人生剧展 但是呢 演非常非常小的角色 但这一次是我的 就是演女主角 重量最重 谁来找你 你刚才说 为什么桃园市政府 他们要 其实是这个制作人 黄春元导演 他本身也是一直投入在 客家文化传承上面 很用心的人 那我们去年拍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人 知道我 就最多在客家圈子里面 大家知道我 那他们就是很希望能够找一些素人 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社区的人 他们喜欢 多浓潭的啊 当地的 他们就是 当地茶农啊 不是茶农 他们当地 不管长者也有 年轻人也有 他们喜欢电影工作 但是他们平常可能是在忙碌 其他自己的原本工作 然后这个黄春元制作人 他就是邀请了业界专业人士 来培养他们好几年的时间 那终于他们有了一笔经费 可以来写自己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真实的故事 对讲一对 他有茶出发 讲一个爱情的故事 这样子 对原本 原本是小时候没办法在一起 但是长大之后 因缘际会同学会之下再相聚 然后他们再一次重逢 然后就开始 接下来他们故事 那你要演一个 跟那个小时候的青梅竹马 分开了 然后心灵有点小破碎 然后又发展自己的视野 对 再碰到了这个男生 又共出火花 对 而且我的萤幕初吻就在这边 真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她 你妈有抗议吗 还是你妈有开手 妈妈还没看到转整的 萤幕初吻 对 那真实初吻 后姐不可以这样 后姐要做好的长辈 萤幕初吻 当天晚上你有没有哭 没有 很冷 那一天非常冷 那男生谁呀 我想去打他 他其实是现在线上的演员 是钟祺翰 也是我们客家的新生代 对 好 那当时找你的时候 你是在什么样的考量之下 答应要接呢 因为你的客装好味道也很忙啊 那天那晚出外景 对不对 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我们家在苗 我们故乡的苗栗 然后 然后我的阿婆 他们开始到我爸爸 他们我们都有自己的茶园 所以茶的故事 对客家人说是很熟悉的 然后再加上小时候 爸爸都会跟我们说 小时候他们采茶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 这个素人电影 就是他们 其实真的没什么经费 然后 就是 我觉得像是 跟他们一起圆梦 所以这个制作人 他这个 就是想要 自己要把这个故事拍成 对 这个 就是他可以在大荧幕上呈现 但是他就是 他只有60分钟 对 他其实是90分钟 完完整整的一部电影 然后 其实他 因为他没有这么多的经费 可以有 promote在大荧幕上 呈现 点锁戏院里面呈现 所以他来找你的时候 就说 要找素人演电影 你看他以前认识吗 我们认识 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合作 因为他也是有拍客 家电视台其他的节目 是是是 对 所以他不以这个 高额的演艺费用为诉求 没有没有 换句话讲 你没收什么钱 我们真的没有收什么钱 这就是陈明珠 所以我说他有善良的心灵 对啊 就是 我觉得这样子会做的 心里面比较满足 富足 因为 如果你真的 领了很多钱 但是我自己又 我比较没有自信 就很怕说 自己其实没有演好 然后但是又领了人家钱 但这个的话 就是我觉得 做得很踏实 所以前前后后拍了多久 我们大概拍了 差不多两个月 两个月 那 剧本呢 或说这个 前置的准备有多久 前置就酝酿很久了 就包括他们的工作人员 训练那已经是 好几年的时间了 对对对 他们训练工作人员是训练 把素人训练成电影工作剧组人员 你想像那个就是 叫什么 服装组 化妆 都是社区的人士啊 对对对 那些都是专业规格 这好有意义哦 对 而且里面请来的导演啊 应该说 对导演 两位导演 他们都是金东奖的导演 都是在地人吗 都是台北人 哦台北人 对对对 但是这是龙潭在地的 这个人士 他们有专业导演 然后再去扶植一个地方导演 对他们的一个导演 因为桃圆市政府那个 郑文燦啊 入主之后啊 这个他做了蛮多这样的 对 类似比方眷村的故事啊 这个啊 或者是眷村啊 这个改建的一些 嗯 这个啊 他其实各方面都做得很完整 不管是眷村 各家或是新住民 对 因为桃圆这边算是一个大楼炉 非常多元 嗯 他真的 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寄信超好 嗯 我曾经采访一个客庄未到的 呃 一个新住民朋友 嗯 然后他就秀给我看 跟郑市长合照 他就说 市长看到他竟然叫我出他名字 嗯 然后对他来说他很surprise 嗯 因为他不过就是众多元 新住民里面其中之一 嗯 对 所以市长其实很用心 所以我跟你说 邓文赛为什么他的这个 呃 民调支持都这么高了 对对对 很厉害 哦 所以在龙坛的这个爱找茶 呃 全部都是电影工作剧组 都是素人训练出来的 呃 专业人士去训练这些素人 去帮不住他们训练 嗯 那在拍摄两个月的过程里面 呃 其实那素人做电影工作 他有不同的创意思维 因为他可以不必被呃 传统给呃 绑架嘛 他们很纯 很纯 就是那些故事的内容 很纯情 嗯 对 但是专业部分 有专业人士在协助指导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 算是 越是第一部 也是台湾为 呃 现在第一部的社区原创电影 嗯 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有 他的纪念价值 嗯 所以对我来说 我其实很幸运 可以在这里面 哇 民族真的好 好可爱哦 但问题是那个男主角 是你找的 还是那个 我没有办法 清点男主角 那因为你 你知 如果你妈妈知道 你妈一定会说 可不可以叫真一响了 演男主角了 哦 所以没有提前让我妈知道 哦 这事你没让你妈知道吗 就是也 那时候其实妈妈还不认识 Vincent 哦 对 因为那是去年 去年 十月份 哦对 我都 520是今年才主持的 时间过好快 感觉过很快 陈明珠的人生 已经经历了非常多 这个精彩 这个丰富的 这个 七个月 经历了 对 哦 去年的时候 嗯 那可是那个时候 看剧本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要在荧幕上接吻吗 知道 知道那时候知道 可我那时候 也是单身啊 所以其实我们 但是他有太太 我比较紧张 真的吗 对 然后他来 他来看首映的时候 我们就 你说太太来看 他来 他太太跟他的岳母 来看首映的时候 我就说 哎 你刚才在台下还好吗 他说 我就左大腿被老婆捏 右大腿被岳母捏 哦 真的吗 然后我就很害怕 你真是奇怪 你干嘛那么赛 又不是你的错 还好你妈没去看首映 你不让你妈看 我爸应该会疯掉 我们青顿广告 爱找茶 陈明珠的电影 时间是8点33分12秒 我们在现场为各位请到的是 我认为百大脸庞的 最美的第一名的 陈明珠小姐 谢谢 明珠呢 刚刚这个 跟我们介绍了爱找茶 这是一部社区电影 讲的是真实的故事 是 一位女性的 智茶师 她连续她得过三次 三届智茶冠军 智茶冠军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有当采茶女 有 也有去 也有做 烘焙茶 嗯 真的 对 对 对 我做完整的流程 还是 是啊 那你辛苦啊 呃 其实 最最累的还是都是工作人员 对 你要在现场 你每天要演 你要演的时候要去采茶 对 因为刚好那时候特别热 你以前采过吗 我采过 对 你客家好 客家好味道也采 小时候也采过 对 去玩 但家里面也有 你说你从小时在茶园长大 嗯 我没有那么夸张 常常去 对 常常去 所以对你来讲不稀奇 不过呢 最严重的还是那个初吻 最严重 荧幕初吻 刚好说那个 那个男主角的 那个太太跟男主角的岳母 去看的时候 这个岳母捏她的右腿 那太太捏她左腿 那陈明珠呢就 我就逃走 逃离开现场 你们是一镜到底吗 演那个荧幕初吻 而且一次而已 因为也不喜欢有第二次 没有 你当时很紧张吗 很紧张啊 因为她老婆 她老婆又怎样 当演员啊 有什么关系 我很害怕 我不想变公敌 毕竟她也是新男 好 对啊 这个男演员 她也是一位 非常帅的这个 男主角嘛 嗯 我还是要问一下 这个八卦 那在这个 荧幕上接闻 嘴唇要对嘴唇吗 要 我们 我们是有对啦 要喇气吗 不能 哦 好感谢 没有没有 没有垃圾 可是他们在 那一天 居然导演 就让你们这样子 很 很这个 顺势的就 演出了这个 对 在上面的诀文 对 就亲下去了 亲下去了 你当时的心情是 我要演 所以你闭了眼睛 就觉得 因为当下 非常的冷 然后我们都穿短袖 演夏天 然后我想说 如果可以赶快跑完 清晚 最好他把你抱热一点 对 赶快结束这一趴 赶快进室内的 那拍了多久啊 那一天 在室外拍了一个多小时 哎真的很冷 两个人就 重逢以后 对 然后就互相在那里 测试啊 嗯 这个 爱情就这样子嘛 对 忐忑不安啊 希望他来追你啊 又怕他跑啦 对 然后转到最后 他把你抱住了 对 亲下去了 对 这位男主角 并没有游移啊 没有 但是其实有点像 是我亲他 哦 因为 我站比较高的地方 哦 非得是我这样倒下去 嗯 因为他那时候接着我 哦 你要假装 你是故意的 在演出上是不是 故意要跳到他怀里 是吗 没有 他 因为导演已经设计好路线 是啊 我就知道这样导演 然后冲完之后 站在那个制高点 然后他就这样接着 你就这样亲下去 哦 因为他不可能掉上来亲 对啊 亲下去的时候 你眼睛就闭下来了 对 哦 这是 这是接吻的 哦 经典 导演有叫 叫你当时要闭眼睛吗 没有 可是张开眼睛也很紧张啊 我看他也都闭着 对啊 我们都不敢承认这件事情 有发生过 所以在 那一个刹那的时候 全的剧组人员 工作人员是沉默的吗 呃 沉默 而且包括亲完之后 结束也大概 就很咔 就大概结束个 沉默个五秒钟左右 嗯 大家就觉得 哎 我想说 也没有人讲话 对 是吗 这个 这就是人 人的这种 自情自信 或者说 这个 某种 情绪的流露的一个现场 对不对 可能别人这些 剧组人员 被你们俩感动了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 那些非常非常专业的演员 他们其实 亲吻 吻戏其实还算是 小case 那 还有更多就是 对 更亲密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好像也不足议题 因为 这不过是亲一个闻 他们的 当作演员嘛 要演什么像什么嘛 其实陈明竹 很佩服 他的这个 他目前所做的演出 其实都以 公益议题为主嘛 多办事 所以爱找查 他们没收什么钱 因为都是素人 但是他在 手印之后 现在是在龙坛 对 在哪里演 我们现在在手印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会谈 跟公共电视台 跟客家电视台来 播出 那如果要来售票 那是客家语发音 还是普通话发音 其实他很多都是中文 对 只有在跟 有一些长者 讲话的时候 会用客家话 但是我们已经有 中文英文 而且我们接下来 去大阪播出 所以我们上了 日文的字幕 是 因为日本的茶 也非常的有名 对呀 对 所以他们就要把他 带到大阪去 那这位真实的女性呢 真实的女性 其实是制作人的 小时候的初恋 哦 对 然后他 但是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去 因为制作人刚结婚 我们就没有问到这个问题 对 就叫制作人的太太去找 就是 他可能也不好意思 对 所以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个 演出 这一部电影 两个月拍摄完之后 我觉得就是 他其实体现了客家 就我自己是讲 客家女性的故事嘛 他就是讲的很具夕迷 因为女性 因为女生就是比较 其实客家是一种 隐性的母性社会 对 那女性 女生其实非常的能干 对 因为男生就是 男生就是会出去工作 但是女生会撑起一个家庭 但他们的感情又很含蓄 他们并不像我们现代的 现代的年轻人一样 这么的开放 所以在那种含蓄 跟非常想要在一起之间 他有很大的挣扎 所以我觉得讲的很真实 以我自己感受到的 客家女生来说 我想你小学同学 可能想跟你开同学会了 现在 好久没联络了 同学会很危险 你知道吗 日剧里面有个同学会 就是他们那种大学毕业 三十十年以后开同学会 那个会第二次 对 对 那个太危险 这同学会三个字很明显 好 谢谢陈明珠小姐的爱照茶 将来在客家电视台或是公共电视台 播出的时候 这个陈明珠的粉丝不要心碎 那是演出 但是 演员的生涯 一个好的演员 他就是把这个人生 在一幕上面 把他彻底的展现 像那个美丽史追步 好可怕 对 他演什么相似 真的 超美的 所以我想你 你将来也要在 演员这个专业生涯当中 就是要看看有没有机会 但是就希望做什么都尽量做到位 好 他的人生 青春就是他最大的资产 不过最近南地港 明珠也唱歌对不对 对 而且还跟陈深一起唱歌 陈深是什么咖呀 他非常大咖 对 我真的是太荣幸了 为什么呢 就是 其实星宝岛康乐乐队里面 他们声歌是 就是闽南人 他叫声歌 对你来讲 他叫声书吧 声书对 然后他也觉得 哦叫声歌太年轻 我们叫声爸爸的 声爸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 阿万他是原住民 然后另外一个黄蓮玉老师 还是金曲歌王 他是客家人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是跟黄蓮玉老师 一起合作了这首客家歌 然后收录在新宝岛康乐乐队 然后我们在 声歌连续办23年的跨年演唱会 那今年我们有去唱 啊 然后觉得很开心 因为对他们的粉丝来说也很新鲜 是啊 对然后我们就用客家话跟大家讲新年快乐 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回忆 好 陈明珠又 这个在这个演艺吧 的这个专业当中 他全范围的发展 对不对 那是陈生生爸爸来找你 还是黄蓮玉找你 陈生爸爸 陈生爸爸 不不不 玉哥 玉哥 对 那就应该变玉爸爸 陈生的最大的徒弟应该是 刘若银 刘若银 他的外号叫绿茶不是吗 奶茶 对 奶茶 奶茶讲成绿茶 好吧 珂姐可能想喝绿茶 奶茶挺有绿的 奶茶比较容易胖 陈生的这个第一大徒弟 这个刘若银 所以你可能是他的孙女徒弟 我们先踢一段这个艾角茶的配缘好吗 艾角茶配缘是谁做的 叶玉婷他也是这次台湾原创音乐奖的得主 他是首将 在地的艺术 在地的情感 爱找茬 这个是桃园市政府的文化局 跟这个制作人大爱奇合作的 在龙坛演出 将来在公共电视跟客家频道 为什么其他频道不演呢 也可以演啊 所以规定一定要在公共电视跟客家频道 那要看他们愿不愿意给我们平台 所以现在YouTube没看到就是 就是接下来如果播出之后 应该就有机会 就有看到了 好 陈明珠的 这是你的大荧幕的作品的第一部吧 因为上次是演人生剧场吗 那是走在电视上 赵一祥 你可以有空去看一下吗 进一段广告了 先听一段一点点音乐 好 陈明珠小姐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吴二林他跟赵一祥一起主持了 这个就职典礼 后来我们访问 我们在前两天访问赵一祥跟陈明珠 就我们的点阅的这个 点阅率大概突破了我们的这个 记录啊 希望五二林的时候 明年你们两个再合体一下 这样我们又可以访问你们 又可以合体 让我们的点阅率就创 创新的这个数字 刚才我说了 在爱找茶是 你的应该是 就是你的电影的 初体验 初体验嘛 对不对 然后你还有唱歌 刚刚讲了 刚才我们放的节目 尾巴放的是爱找茶的编辑 现在我们听听看明珠唱 唱歌 这个明珠的这首歌呢 在我的 网路上面 在网路上面应该有 我们呢 如果播这个YouTube 应该 应该不犯法吧 好 这个是 好 我现在从YouTube上来播 这个是 唱四季 为什么这个歌 歌曲的名字叫唱四季呢 他其实就在讲那个二十四节气 哦 也是讲二十四节气啊 对 都跟你的那个专业有关 这个应该是 朋友在现场的时候翻拍 在YouTube上 那你在唱的时候有紧张吗 没有 因为声歌他们都会 在后台都喝很多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放满开的 我不大敢看 你有喝 有喝一点 我滴不敢看了 滴不敢看 你挡我手机干嘛 这你的歌声 对 其实这首歌很难唱 因为它蛮平的 它有点像是演唱 说唱 哦 明珠是 你会乐器啊 你会大提琴 跟小提琴 嗯 应该去演一个大提琴美女啊 还没有到像 别人这么厉害 你是什么时候学音乐的 从小 从小就学大提琴 小提琴嘛 对不对 嗯 所以唱歌 跟这个音乐的演出 也是你的 专业 的喜爱 你都被那个 主持节目那个 给那个 太凸显了 因为你跟赵一祥 主持的太好了 没有 大家以为你只会主持节目 还可以有其他场 我刚才说啦 那就赵一祥 就包场去看 你们的爱找茶就好了 这门菜又是 桃圆市的这个市场 他可能太忙了 好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 明珠 你 因为你年轻嘛 然后你现在跟 生爸爸一起唱了 这是你的第一 第一首曲子吗 唱自己 新宝岛抗乐队 算是 他们要出那个 专辑吗 对 已经出了 所以他已经收录在 在新宝岛抗乐队的专辑 这是2016年的 那一张专辑 什么时候属于你自己的 你可以自己拉大提琴 其实有规划今年 就新的一年有 希望可以出EP 然后不是只有唱客家歌 可能唱英文歌这样子 对 因为过去都是 我讲别人的话 主持都讲 帮别人讲话 但是我想要让人家认识 更多的我 就说他从这个一个 从因为从演绎 就从艺术 从文创 从这个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 陈明珠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可能性 你规划你自己 除了是一位客家美丽的女孩子之外 应该还可以在演艺事业当中 充斥着不同的角度啊 我喜欢唱歌 然后希望 希望在2017年 有这一方面的更多的机会 那你这个 在做电影演出的时候 他们对于你的装扮啊 或者说对于你的肢体动作啊 有接受一些电影上的 表演的训练吗 有 我们有表演课程 那就是跟之前520一样 我们就是有 事情都有先训练 我今天有和老师 那个时候把你们这个训练的 叫你们倒在一起 没有倒在一起 实际上他 就是我们很好 老师现在都还很关心我们 他那时候教我们的 那个肢体动作非常受用 默契啊 就默契 训练默契这样 你觉得台湾这个环境 对你想发展出你自己的这个 你的喜好 或者说你的目标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也有什么样的地方 你需要多多开辟的嘞 我觉得台湾 其实现在来讲给年轻人 更宽广的舞台了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跟别的地方比的话 还是在于就是别人的重视 直接反映在经费的多少这样 因为你不做 你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商业的演出啊 没有 这个你 你计划有一天投入一些商业的演出吗 希望 你也愿意 也可以 有经纪人来找你吗 有很多 希望可以找到很好合作 他们都是直接来找你 不是透过爸爸妈妈 没有 爸爸妈妈其实是很 很纯朴的待在他们 这层面中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一位女孩子 你做爱找茶的时候 你就自己决定了 对 你没有问任何人吗 没有 就是我想做这件事情 我就去做了 然后孙哥来找你 或是花莲玉来找你唱歌的时候呢 也就自己决定 其实对爸爸妈妈来讲 我确实是比较叛逆一点啊 就是这些都是工作 他们倒还不会干涉 特别多 但是如果公共议题上面 我的参与 爸爸妈妈就会 他们都事后知道 都会觉得 我就是 太 管太多 所以现在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怎么样决定自己 做一件事情 然后如果他的成绩如何的时候 你要付出 你要为自己负责嘛 对不对 嗯 你有决定失败的几率吗 嗯 如果失败 还会有其他路可以走啊 只是这条路不能走而已 哇 他讲的好令人这个掉眼泪哦 你今天才几岁啊你 28了 28岁 哦 好老啊 对 28了 他来28岁 28岁的这个 呃 你算是 其实你是九 七年级 你是七年级生 七年级末 七年级尾 啊 七年级尾 嗯 这个八年级生 应该就是台湾未来的这个主折了 我们希望你 我认为其实民族应该可以做非常 有意义的商业性的演出 我们加油 加油 谢谢寇姐 谢谢民族爱找场 代表本台立场